前些日子杨丽发出了一个天问 为什么直男可以这么自信 就是他明明我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任何中国男人都可以随意评价女性身材 即使他自己胖成了肥头大耳 前有月云鹏说李斯坦你腿粗 你腿很粗 后有张翰 初恋跟我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我觉得他初恋跟我的话 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女孩子的自我评价往往是 只要我不是大美女我就是丑 男人的自我评价是 只要我不丑我就是大帅哥 好帅哦 我前几天跟朋友去看信条 很多男生一坐下浑身就带这种 不是在看电影 而是要用这两小时来破解 哥德巴赫猜想的气势 看完信条出来 每个男朋友都在给女朋友讲解 这个电影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只是来跟我看电影的吗 他一定是想从我身上学到什么 直男们的自信仿佛是论金脉的 很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 直男的迷之自信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研究表明 直男的狂妄自大 过度自信 可能和他们的高丸激素有关 即使和他讲道理摆事实 他也不会被说服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这么一解释 不管直男有多盲目自信 好像都变得合理了呢 然后更可怕的事情来了 他们更自信了 他们会把所有做错事的原因归结为 我是直男 同时还带有莫名其妙的 你必须理解我的迷之自信 不会选口红色号 因为我是直男 女朋友生气了不会哄 因为我是直男 我这么盲目自信 因为我是直男 其实心理学上 有一个达克效应 达克效应是一种认知偏差 在某些领域能力欠缺的人 既没有认识到自己能力的不足 又错误地低估了他人的能力 往往会产生一种虚幻的自我优越感 错误地认为自己比真实情况更加优秀 说人话就是 知识很少的人 往往会觉得自己高出平均水平很多 换句话说 很多直男的迷之自信 就是不仅无知 而且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那么普通 却可以那么自信 但是就算直男迷之自信 都被潮上热搜了 还有人说直男自信 值得所有女孩认真学习 What 狠阳奉劝各位女孩 不要向直男学习 一旦跟他们学习 他们会更加迷之自信 因为直男会觉得 他们果然是想从我身上学到点什么 真不愧是自信涌动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